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聊天说了一句什么口头语 可能您一听一过 我们听完了就得往心里去 还得琢磨他为什么这样 要不怎么说 说相声的度是杂货铺呢 你看这两天聊天就跟朋友说话 就问了这么一句话 说这个芝麻开门 你说这芝麻开门呢 大伙都知道 这是阿里巴巴与四十大道的经典台词 也几乎所有人都听过这故事 不知您各位有没有研究过这个 编故事的人为什么非得说是芝麻开门 怎么人说芝麻酱开门呢 黄豆开门 苹果开门 西兰花开门 有没有呢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有这个科学家呀 人家研究这问题 说这个芝麻呀 它这个味道很香 这种香味天生对人就有诱惑的作用 阿里巴巴站在这个藏宝洞的门口 说芝麻开门 这就告诉你了 啊 门后边金金财宝 对人性的一种挑逗 啊 你换 榴莲开门 这就插着了 人一琢磨就走了 也对啊 一开门 一闻这味儿 分厂子味儿 你别说阿里巴巴 玉皇大帝 他也不敢进去 这个中国人呢 喜欢吃这个芝麻油 说到底呢 其实喜欢的是那股的香味儿 可是香油最早在中国 不算是食用油 它只能是拿着到处放火丸 有人说你这是瞎说吧 列位 有评有据 这事儿呢 得从三国那会儿说 建安二十四年 公元二百一十九年 也就是说是赤壁之战 放火之后第十一年 刘备入川 夺了刘章的地盘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 让成都嘛 有机会您可以听一听 你别看刘备在三国里边是三国之一的主人 但是这首戏 刘章是主角 有几大段唱 您听听汪派 孙派 那都很好听 不过现在这戏基本上也快失传了 咱这也不探讨京剧 咱就说这故事 刘备夺了刘章的地盘 然后得数忘笼 收拾了汉中的张鲁 孙权这十一年呢 倒是很踏实 没跟着刘备那下搅和 老了诗诗 在长江的南边呆着 日子过得不来呆 曹操呢 曹城下的阳寿啊 还剩下不到一年 可能是他老人家自己也不知道 成天还琢磨着怎么办呢 没事干就拿汉县帝撒法子 这年 阴历七月 二爷关羽关云长 发荆州的兵围了襄阳和凡城 曹城像这点有点背 襄阳守将于尽 这个仗打得本来挺好 但是呢 改上襄阳边是那香水河呀 发大水 关羽让手下的兵丁 把河堤给刨了 来个水淹七军 哎呀 于尽在城里边待着好家伙 皮肤都泡敷呢 心说这怎么办呢 好汉不吃眼前贵得了 我叛变得了 他这一叛变 襄阳就丢了 就剩个凡城 凡城呢 也在水里泡着 守凡城这个将军叫曹仁呢 曹仁说这个 哎呀 我太厉害了 关二爷厉害 我不能想 我跑吧 这个曹操当时的首都 是今天的河南许昌 您各位看看地图啊 这地方啊 看看跟襄阳啊 帆城离得有多远 襄阳帆城要是丢了 关二爷带着兵 往北一来 曹操就得归着归着 找房搬家 所以说水淹七军 是个历史转折的 关键时刻 曹仁要是把帆城丢了 许昌就得丢 就在这么一个紧急时刻 有人站出来 跟曹仁说了一声 你不能跑 跑我打死你 这人呢 有个名字 叫满宠 满宠自伯宁啊 刚出道的时候呢 在曹操手下 当许昌县令 后来从文官改行 当了武官 属于是文武全才的类型 参加过赤壁之战 他这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就是水淹七军 因为他成功的阻止了曹仁 弃城逃跑 这个功劳很大 所以满宠的官势越做越大 后半辈呢 基本都留在魏国的南边 专门负责对抗东吴 公元二三四年 曹明帝太和四年 诸葛亮五出骑山 北伐中原 东吴孙权起兵呼应 率军猛攻合肥 这时候守合肥的魏国大将 就是满宠 满宠 你看守繁城的时候挺有肿 这回不知怎么回事 突然间就没肿了 跟当年曹仁想法一样 也打算跑 先跑到寿春 然后看情况 再玩个防守反击 眼看着合肥要丢 这回站出来 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人呢 叫曹锐 他是曹操的孙子 历史上管他叫魏明帝 曹锐这个孙子呢 挺不孙子 齐山那边派司马仪 拖住朱亮 合肥这边 自己带着人就来了 豁出去要跟孙权PK 满宠这回是 没摸准领导的意图 丢了面子 打算转转脸 赶在大部队到达之前 组织一个赶死队 每人都背了一捆 松树枝 跟这个香油 这个香油就是 芝麻磨的那个香油 松树枝跟香油 弄好了出的火把 夜里边偷偷的出城 把孙权的大营给点了 还趁乱射杀了孙权的侄子 孙派 孙太虽说姓孙啊 但母亲姓曹 是曹操弟弟的闺女 所以说这么拎起来呢 孙权这个倒霉侄子呀 带人往合肥赶的这个曹锐 还是表兄弟 三国志满宠传 对这场战斗的记载是22个字 母壮士数十人 折松为惧 灌以麻油 以上烽火烧贼工具 到现在中国好多地方还是习惯于滚香油 叫麻油 老百姓平时过日子吃香油啊 反正就好像还挺贵重 你看拍个香油 滴的两滴的香油吧 熬过菜也是 来几滴的 喝碗馄饨 来两滴的 你说再有钱的 也没听说 弄个鸡蛋汤 来五斤香油 搁里边 拿香油当汽油放火 听着钱包都难受 可是在三国未尽 真不算新鲜事 司马仪的儿子司马昭 后来窜了曹操后人的位 捏了蜀国和吴国 建立西进 这就是历史上说的三分归进 太史年间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没想到 长安城驻军的兵器库 着火了 少的什么也没剩下 司马昭赶紧派人调查 负责调查的官员查来查去 也没把事情能明白 最后呢 含含糊糊给个结论 说游击万诞则自然生活 你这个话现在哈 你查查 明明白白就写在禁书里边 这个兵器库里边 存着好几万诞的香油 有人说这是留给崔石班做饭的用 不是啊 那是专门放火的呀 你举个例子 俩大国家 美国苏联 俩人较劲 他比就比这个核弹头 你比如说苏联说 我这有一百个 美国说我有一百五十个 那我有两千个 我两千零八个 反正谁多 谁就厉害 三国那会儿呢 没有核弹头啊 就比什么 比香油多 谁香油多 谁放的火就大 哎呀 我有一万弹 那时候我有两万弹 有一万弹这时候就得认怂 所以说香油在那会儿就是一种具有战略威慑意义的先进武器 你除了让人拿着到处放火玩 古代这个香油的另类用处还不少 摸在头上当头油 晚上点灯 当灯油 刀子掌绣了 这个门轴发皱了 都可以上点香油 隋扬帝开大运河 下扬州 观穷化 这是评书隋唐里边的经典的段落 有一个环节说的就是啊 隋扬帝坐着龙舟 到扬州 去玩去 但是呢 故事里边给他设计的是平地里行船 没有水就在陆地上走 陆地上走 那船哪走得了啊 首先说要挖沟 把这船搁到沟里边 然后沟里边倒香油 所以这个故事真假 咱搁一边啊 也可能说书先生设计的 就为了说杨广的昏庸物道 平地里挖沟 沟里倒油 然后这个船在沟里边走 找了五百同男同女儿 一个个赤身露体 在岸边 拉着这个船 往扬州走 那这说明隋扬帝杨广 浑云无道 暴敛天物 亡国之君 当然了 这个是演绎的 我估计杨广再傻 也不能这么干 是不是 这不疯了吗 香油铺路呢 今天听着不靠谱 但是真搁的隋唐那会儿呢 也不算太怪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那会儿中国人不吃香油 不像现在似的 香油多贵 那会儿没觉得怎么着 那么说那会儿吃什么油呢 那会儿吃动物油 你看现代汉语 列瑞成语啊 明脂明膏 这个纸和膏 其实都是中国人吃的这个动物油 有一本书叫李济 您查了去 这个头上长脚的动物 生日出来了油 羊油啊 牛油啊 哎 叫纸 不长脚的动物 那个猪啊 狗啊 不管是鱼油什么 这些个油 哎 这就属于是膏 那这就是明脂明膏 纸和膏 虽然说都是油 但是有这么一个分类 纸是长鸡脚的动物 膏是不长鸡脚的动物 明朝以前 这个中国没有花生和向日葵 西汉的张谦通西域以前 中国也没有织 只有大豆算是咱们土生土长的油料植物 可是知道宋朝以前 也没有人愿意花那个心思 拿大豆搞个什么压榨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人少 再有就是宋朝以前的中国人吃饭 没有炒菜的概念 烹饪方法就是煮 烤 蒸 你看上过历史课的人都知道 这个中国古人的社会地位 是看吃饭的时候 有几个顶 有几个顶 就是有几个菜 天子吃饭 九个顶 诸侯吃饭是七个顶 士大夫吃饭 五个顶 这顶里装了都是炖菜和汤菜 用不着多少油 这个人口少 好油量又低 就没有人愿意费那个力气 出一身汗 炸植物油了 随便弄块大肥肉 搁锅里边炼炼就够用的了 那时候的人们为了图省事吧 不光吃饭 用这个动物油 连点的灯 烧的辣 这些个呢 也都是用的动物油 那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记载 秦始皇的墓 点的是用人鱼膏做的这个蜡烛 可以万年不灭 这个人鱼膏的蜡烛 是不是真的万年不灭 而不好说 不过拿这个动物油做蜡烛的说法 倒是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那你包括到现在 那个动物油 你主要来说猪油吧 好多人还都是挺喜欢 时至今天 当然了 有一段时间 跟科学家说了 说别吃猪油 猪油对身体不好 但是我看这两年 有好多美食家 把这个科学家的观点 又给反驳了 说这个吃猪油 也不会怎样怎样 而且猪油对身体有好处 咱也闹不清楚 咱们谁说了对 咱也不敢问 反正我有印象啊 好多人爱吃猪油 包括我跟前朋友聊天 比如拿猪油拌饭啊 猪油烙饼啊 我原来有一助理 河北省的 这主是个练武的 他说他最爱吃的 就是猪油 小的时候 家里边有时候来不及做饭 他能快干粮 甭管是馒头啊 是波波呀 窩头啊 掰开了 掰开了 抹上一层猪油 这个猪油都是提前练得了 连得的搁在碗里边 把它晾凉了 就拧住了 哎 一碗白花花的 把这个抹在饼子上 再撒上一点盐 说这一吃 人间美味 没有比这个更香甜的 爱吃 一般来说烙饼 这个很棒 猪油跟这个葱花 烙猪油饼 吃的时候 你看天津人吃这个呢 还愿意蘸点醋 他怕他太腻了 烙点葱花大油饼 喝点汤 或者喝点粥 蘸醋 那点小菜 这就是一顿 不错的饭菜 我还听说 有这么一位 晚上出去办事去了 哎呦 麻木活活回家 一进门是又渴又饿呀 哎 一看屋里桌子上 放着一碗 小米粥一样的东西 太好了 端起来全喝了 其实是碗猪油 那就是家里人 拿这个肥肉啊 炼完了猪油之后 倒在碗里跟那凉着 已经凉了 但是还没有拧上 让他看见了 他以为这是这个 小米粥呢 端起来一喝啊 这东西到肚子里边 不定多痛快了 这是吃动物油 那么中国人真正吃植物油啊 应该是在东汉的末年 为什么呢 就因为佛教从印度传来了 后汉书记载啊 东汉永平七年 公元六十四年 汉光五帝刘秀的儿子 汉明帝刘庄 晚上睡不着觉 跟炕上来回叨动 快天亮迷定着了 做了个梦 梦见有身高六丈 头顶放光的金人 大西边飞过来 哎呦 绕着皇宫来回的转圈儿 早朝的时候 汉明帝就跟文武群臣念叨这事 说你们大伙看看 这什么意思 大臣们摸不准皇上的心情啊 也不敢瞎说 等了半天没人搭茬 汉明帝自个儿说 我听说西方有佛 是不是我梦见这个金人是佛呀 你看这个老板把调子定下来了 这事就好玩了 那大臣们一听 对对对对 对 陈鼎 陈点赞 陈沙发 陈转发 这个汉明帝一看大臣们都同意 得了 派人到天竺 求取佛经 去俩官 这俩官一去三年 用白马 驮回了佛经 佛像 还带回了两位印度僧人 为了纪念白马驮经 汉明帝下令在洛阳 修建白马寺 中国这才有了佛教 其实佛教啊 也不是说人家一点肉都不能吃 说真正说和尚不能吃肉的 这个 这个科普了这个知识点的中国人 是梁武帝 萧衍 梁武帝生活在魏晋和隋唐中间 隔着这个南北朝 那个时候挺乱 皇上来回换了好几十个 萧衍小时候属于是公认的神童啊 据说是西汉丞相萧和的二十五世孙 长大以后先是当了南奇的次使 后来官越来越大 公元502年篡位成功成了梁武帝 这皇上一干四十八年受活八十六岁 在当年就是时间长的了 晚年的萧衍信佛 他这个信佛可不是说每月就吃几回素就得了 他可不是 他光出家出了四回 后来让大臣娘娘给劝回来了 梁武帝执政期间首都建康 就是现在的南京啊 大小寺庙五百多座 僧尼十万多人 萧衍信佛以后 上午穿着黄色的衣服在宫里办公 下午换上袈裟上庙里办讲座 再到后来上了瘾了 硬性规定僧人必须吃素 不光是不能吃肉 连做菜的油 佛前的灯都得是素的 你这样一来呢 梁武帝等于是给植物油代言了 打开了市场 植物油的产量和技术都跟着往上涨 他这个梁武帝篡位成功以来三十年吧 中国的植物油技术相当的成熟了 有个叫贾思协的人编了本书 叫齐民药术 详细记载了生炸熟炸两种炸油技术 你包括今天食用油的厂家 为了让大伙花钱 动不动就说古法炸油 你说来说去 你也没跳出一千多年前 齐民药术画这个圈 话虽然这么说吧 梁武帝生活那个时代 真正主流的食用油 还得说是动物油 中国人的这场饮食习惯 一直保持到宋朝 出现了石油的危机 今天来不及了 咱们下一期再跟您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